大家好 欢迎来到风行课堂 今天给大家讲一节课 就是个股出现回调的几种情况 根据量价限行为是 我们在分清这个反转反弹和反抽的一个机会 怎么去看 那么很多人包括你选股 有时候你选的股票就不对 我们力求选反转的股票 那么如果在反弹中继 只是对趋势的一次什么修正 就为什么你的股票涨了不涨了 那么有些反抽就短线的 做完了之后就要出来 不能再参与了 要等下次再次扭转的机会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就详细的讲一讲 以便你在选股当中 找到你股票不涨的问题 很多人选股都不会 我给你讲 他不知道什么股票好 什么股票不好 选股是一个基本的 说理论基础 也就是你基本的操作条件 就是你选的股票不对 你再会看盘也白费 因为你老听这股票 他给别人就 他就这股票不好 再一个就是细节 很多人学技术 记住 你这个技术 每个一年里一年两年的功夫 你学不明白 不要天天不跪在这做 亏损了 基础要打好 就说今天的大盘 对吧 来我们看一下 你像今天的大盘 对不对 你像有人说今天大盘什么情况呢 是吧 来我就给你讲一讲 大盘 就是今天这个细节 我们看大盘 看到吗 今天大盘从开盘来讲 对吧 就出现一个冲高回落 震荡震荡 那么你看 通过这个分时图 有经验的投资者 一眼就知道在干什么 而没有经验 只看到了下跌 还在恐慌是吧 像今天这个分时图 没人跟你讲透 空量多量 空方多方 衰竭 动能衰竭 对吧 涨速衰竭 量价衰竭 如果不跟你讲清楚 就这个分时图 如果你能看清楚 我感觉你真的水平高 如果你看不清楚 哎呀 什么黄线在上 顶底被 那你先别说 你既然没看清楚 那么说 就今天这个分时图 那你就会恐慌 看清楚的就不慌事 懂了吧 好了 咱们再说回来 再说技术的学习 是一个过程 你连一个基础东西 都不知道 别天天在这好好学 很多人 对吧 你这边教 他边在那给你巴巴 下边讲 人家大讲 他小讲 要不你也整个号 自己去讲讲 我看看 三人行 比我是好好学着点 来我们讲一下 今晚上不举例子 今晚我只跟你讲 要求 自己去干 不举案例 说这打个鼓 不干 自己说 来我们说第一个条件 什么叫上升趋势 反转 就是反转性的回调 是吧 至少是五 十 二十 三十 六十走多 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不能年限当道 就是年限一定是在下方 一定是在下方 或者说年限和上方成本均线 什么 年和 知道吧 冲高回 这行 这种回调 是一个绝佳的入场机会 每次回落 倒是机会 当然了 前期是三菱线上不破位 第二 就是反弹的级别 就是我们说五 十 二十 三十 走多 年限在上方 年限我们一般设二五零线 有人设二四四线 无所谓 我跟你讲 差不多这么几天 为什么有人设这个 因为市场的均线 有两种均线方法 就成本均线 一 130战法 就是我们叫136战法 一种就是 135战法 那么135啊 我们说136就是说 10 20 30 60 90 120 250 是吧 那么 为什么呢 一个周 就是五天 两个周 就是十天 还有一个就是135战法 就是3 5 8 13 21 就是它是费波纳奇数字 是吧 这些数字的叠加 你看5加8 13 8加13 21 21加13 34 记住 这个均线无所谓 你怎么设都对 均线不能千古一条线 说均线的人一定要灵活运用均线 那你主要找到那个攻击性的 我们都知道有个贴线攻击 他会沿哪条线上攻 沿哪条线震荡盘升 要找到那条主力成本线 而不是说我就 大盘就得贴到60线 那58天就不行了 这是你们家的 所以说 前古一条线 肯定 玩不转 好了 我们再说回来 所以说 如果您现在上方就会回调 你看 我说对不对 这节课不举例 你多听几遍吧 是吧 就第二个要点就是 五十二十三十走多 短期出现向上 但是年线在上方 就这有个年线 下边是走多了 再攻击 一看一碰就回来了 那么第三一种 不用说 中长期军线是空头排练 就是说白了 就是年线 是吧 半年线 半年线就120 年线250 季线60 中期军线30 属于空头排列 而短期 五十二十可能 向上一波攻击 这为什么 反抽 抽完之后一般 三十军线附近 要高抛 回落不能接 一般像这种 都是下跌 第一次反弹 一定要形成一个扭转 这个一般就是做一波反弹 就是反抽的 抽30就结束了 或者说 往上惯性一攻 找高点 懂吗 所以说你一定要分清 这个反抽 反弹和反转的一个级别 如果你分不清 就容易吃亏 如果你拿着一个反弹 当反抽 无所谓 拿着一个 是吧 反转 当反弹 也不要紧 就是说打个比喻吧 本来是要 涨几天的 而 对吧 你高破了 托转发还在涨 再回来 那行 但是你千万不能拿着一个 反抽 当反转 或者反弹 当反转 就为什么你都会涨涨涨 不涨了 然后震荡震荡震荡 跌跌下去了 这就是你的一个弊端 所以说 注意 一 分清级别 可助你选股 就是分清 级别二 分清级别 可知趋势的延伸和终结 第三 分清这个级别 什么 可以去 结合市场 去做 短 中 长线 听懂了吗 好 那么这节课 给大家 讲到这里 案例 就不用举了 实际上这些案例 你自己一看就知道 那么对不对 就像这些案例 是吧 你自己看 你看像这个 你看一下 对吧 你看我给你一说 有人会要问年 这就是年限 最上方的就是年限 冲高冲高 碰年限 回落 过年限 好 还有一震荡 这里 所以说你要注意这个级别 这个 好了 这节课 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点赞留言 天天赚钱 好好学习 加油赚钱 说咱们怎么要说钱呢 说白了 在这个既然来股市的 无力不齐早 对不对 熙熙攘攘 都为例 那都为了 为了想 是吧 整个板 整个牛的是吧 想挣点钱嘛 但是你必须有赚钱的本事 这里啊 点赞 留言 再一个点关注 我前面有很多课程 你去看 点开风行古海 看视频 再一个点开风行古海 还有一个专栏 可以去订阅 这个对你有极大的帮助 好好做做脾气 一定要做脾气 把所有的技术都记下来 这个对你的操作 会有很大的帮助 好了 感谢大家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